好,我们到这个月面之后,你看那默认打开的项目身份管理,对吧?那么你再可以身份管理里面去创建项目,看到没有,然后呢,你可以管理成员,你看,我再一次这个项目里面有多少成员,有几个,有哪几个?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创建这个项目的意思了吧,对吧,这个项目的成员,就是用户嘛,他还有组的概念,但是他没有用组,demo的话,他就一个demo用户,对吧,只有一个demo用户,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加,你看到没有,你点个加号,他就过来了,你点个点号,他就过来了,管理, admino你看到了,描述,bullstrap project,就是说,我们执行,执行那个,kidstone bullstrap的时候,去给他创建的,啊,那个时候创建的,你要是老板,我们手动创建的,那就是手动创建的,项目成员admino,然后这用户管理,然后,组,咱现在没有组, 然后,角色,这个角色,你点创建的角色,你看到没有,他没有权限的分配,所以你这个角色,你是创建不了的,你就俩,要么优秀,要么优秀,你想自定义,你来自己去定义那个,权限文件,编辑,你看,没有,对不对,你选不了权限吗, 好,然后,先点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指,admin用户的项目,懂我的意思吗,admin用户,它是不是个用户,它是用户,它有项目,它就能创建讯机, 对于这个,这是admin用户自己的这个,那现在啥也没有,云竹机数量空,其实咱们有云竹机,但是admin用户没有云竹机,对不对,我们上去看是不是穿越云竹机了,admin没有,所以说它看不到,镜像,公共的,大家都能看到, 因为可见性是公有的,我们在上场的时候,有一个杠杠public,就是公有的,就是说所有用户都能看到这个镜像,叫你去公共云买一个,买一个,买机器的时候,好多镜像可以选,那个镜像有公共的,你可以,每个用户你可以创建自己私有的镜像,就只有你,你能访问,别访问不了, 防御安全,默认有一个安全组default,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穿的密要对是demo用户创建的,对吧,网络,网络特朴,空的,就一个,就一个public,网络,这个,因为公共的,所以说admin也能看到,因为它是共享的,你看,所以说admin也能看到, 然后你点进去,就是有它的,能看到,什么呢,资网,这叫资网,端口, 这是我那台虚拟机的,对吧,然后这个是dgcp的,好,管理员,这个管理员就是,整个openslap管理员,整个openslap管理员,所有的,什么都能看到, 盖端,盖端,你看,现在有一个项目名称demo,demo下面有,用了一个vcpu,一级的磁盘,就是自造内存,就有一个讯息嘛,讯息管理器, 现在有一个,0.4.2,只有这一个, 计算主机也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就这个类型啊,它显示的抠名,其实就是kvm,啊,这是显示的, 主机聚合,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如果你们生产多个计算节点,你可以把多计算节点,搞一个主机组,明白了吧,搞一个主机组,就这个意思, 搞一个主机组有没有作用呢,有,我先说第一个作用,在做nova scheduler的时候,你可以选主机组, 你不让他自己去调度,我专门穿一个主机组,我就要穿一个这一台机器上,这个主机组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有人说,我就想把这个虚拟创建某一台机器上怎么办,你把那台机器,真都是一个主机组, 他就是他自己,你就可以选了,因为选的话,只能选主,不能选干戈, 但你要注意的是,你这样就破坏到了,他的,nova scheduler就是他自己的调度, 那就是人工调度了,啊,啊,就是这个主机组有这个功能,啊, 你看,我们创建一个,啊,创建一个主机组合,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group1,可用于default, 所有可用主机,选中了主机,点加号,选中了,对吧, 也就是说现在group,group1有一台主机,已经是选中了2,对吧,啊,创建主机组合, 创建啊,没问题吧,啊,继续往下啊,云主机数量, 那么,耳朵命用户可以看到所有的云主机,并且可以管理它, 哎,那个用工具的是不是,我这么恐怖,耳朵命用户什么都能干, 我的云主机它们能看,废话当然能看了, 只不过看不看的问题,对吧,可能有公司制度啊,各种要求, 它不能消灭隐私,它当然是能看的, 你比如说,你用我们在做公主人,你看能不能看,我控制才不能能看, 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 所以安全性会有这样的问题, 云主机类型, 我们现在只创建了一个,啊, 是这样的,以前的话,内置好多类型, 现在不内置了,你看到没有, 就你要学过其他班的,你知道, 你打开它默认给你创建了几个云主机类型, 啊,现在没有了,现在您在这几方面, 镜像, 目前只有一个, 我们下载的小镜像, 网络, 对吧,能不能说是很一样的, 我们认识, 这个是那个配额的设置, 就每个用户可以设配额的, 各种ATM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来的Point嘛, 那的Me, Internet, 能问你吗, 身份管理, 没有, 这个管理员, 管理员,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那个硬盘什么的, 就是封的, 所以说现在没有, 这是管理员,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管理员, 云主机, 云主机, 为什么叫云主机数量,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哪一个虚拟机, 创建在哪一个物理主机上, 只有管理员能看到, 就比如说你们生产, 你穿上来的虚拟机是吧, 你想说这个虚拟机在哪个物理机上, 你可以通过管理员, 云主机, 你就可以看到, 他自己是看不到的, 你看啊, 我们退出, 我们有DEMO用户, DEMO用户自己看不到的, 因为他没有权限啊, 对不对, 你只是一个使用者, 我怎么不可能让你知道, 你跑在哪个物理机上呀, 都不安全呀, 对不对, 你都知道我阿里云, 包括他用物理主机了, 好, 这是DEMO用户, 首先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不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 使用了, 怎么说, 不是说你现在, 有多少台虚拟机, 这个指的是配额, 就是说你只能有十个, 现在使用了一个, 这个配额是可以改的, 也就是说, 就相当于你买嘛, 你买一台机器, 是不是只能创业一台机器啊, 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默认的话, 你可以创建十个云主机, 可以创建二十个, 这个实在, 总共有二十个VCPU, 总共有这么多内存, 普通ID没限制, 安全组没限制, 但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生产使用的时候, 你要改这个配额, 对吧, 那就是推出, 我说的就是, 你们生产要用的话, 一定会, 一定会做的操作, 你就不要叫呆帽了啊, 管理员, 不是, 生存管理, 用户, 这个呆帽, 看到没有, 你点那个编辑, 不是在这, 哎呀, 项目, 呆帽, 这里, 修改配额, 看到没有, 修改配额, 哎, 你就这里可以配, 改了一百, 两百, 保存, 这个是你生产用, 一定会配的啊, 然后推出, 你再用呆帽来看, 我刚改成一百了, 对吧, 一百, 所以这, 这个数量不是说, 你总共有多少台啊, 是这个磁盘配额, 然后再往下, 这个是你的使用量, 这里就可以显示, 你所有的云主机, 你看, 创建后, 一周六日, 就是说已经运行了这么久了, 然后云主机数量, 就是一个详情, 一个列表, 这里是看不到你这个云主机跑在哪个物理机上的, 但你可以看到云主机的IP地址, 大小密要, 都有状态, 可用域, 任务,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 你创建的时候, 它这个任务会不停的变的,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 右键, 不是右键, 点这个, 看到没有, 控制台, 看到, 硬重体, 软重体了没有, 然后关闭, 之前没有关闭的, 后来搞了一个关闭运动机的一个功能, 软重体, 硬重体, 关闭, 重建, 删除, 重建, 就是说, 它用镜像重新帮你, 构建一件, 就是重装, 就是重装的, 删除, 还可以暂停, 挂起, 你点这个, 不知道, 没暂停过,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想,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我生产没有暂停过, 我运动机, 我为啥要暂停啊, 我想不出来我暂停的理由, 控制台, 这个功能没用过, 正常, 你到生产, 你会发现很多功能, 你永远没有用过, 点击这个, 只显示控制台, 以后就只显示控制台就行了, 我右键吧, 新窗户打开, 你这就可以管了, 当然今天我们会, 给大家去创业一个镜像, 看来, 这只是下来的小镜像, 只是做一个演示的用处, 好, 好退一下, 卡住不动了, 别着急, 有点慢, 正常, 两G的内存, 我估计随着OpenSight的发展, 以后两G能不能起来都是个问题, 现在这个服务占用的, 各个服务占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镜像, 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镜像, 这个镜像, 有人问这个启动什么意思, 你点, 启动就是发现云指机, 就存这个镜像发现云指机, 就是启动, 是这意思, 反应和安全, 那就默认的瞄凳, 你管理规则, 我们加的规则, 加了两条, 这就可以看到, 瞄凳, 对吧, 网络, 网络头部, 我们现在有, 有这个, 一台云主机, 它连在191.8, 5.6.0这个段里面, 对不对, 图表, 图表就是好看的方式, 给你显示了, 就这个, 就这个, 就这个方式, 然后你切换标签, 它会给你显示上名称, 这是public, 然后这是demo, 你右键, 不是, 点它, 你看, 删除, 查看, 打开控制台, 头一的新窗户, 你打开控制台, 看到没有, 你就可以管了, 这是网络, 身份管理, 那就是你这个项目, 自己的身份管理, 好, 我们现在穿一台云主机, 云主机, 带来云, 这不叫云主机数量, 云主机代表做好, 点创建云主机, 云主机名称, XX, 可用域, 那只有这一个, 数量, 一,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从事成现多个, 我从事成现两, 它就是XX-1, XX-2, 圆, 就是镜像, 你如果云主机镜像是什么, 点了个加号, 来, 你们, 云主机类型, 选一个, 点加号, 这是不是像你买云主机一样, 你一个一个选吧, 网络, 它默认帮我们选上了, 为什么, 因为就这一个, 对, 你不选也不行, 以前的版本还没让你选, 现在如果你只有一个, 默认就给你选上了, 因为只有这一个, 网络接口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 创建额外的接口, 就是说, 我这台云主机箱, 搞俩网卡怎么办, 这里可以, 你先提前创建这个接口, 然后在这添加, 咱现在没有, 安全组, 默认帮你选上了, 就放它, 你可以不选, 什么意思呢, 就我不使用那个安全组的功能, 那么你如果你不使用那个安全组, 我当然告诉大家, 怎么办安全组关了, 这个是用OpenSATA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生产如果真是安全组的话, 你的安全组配得起来还是, 如果你机器标准化做得很好, 所有机器只开L1和80好办, 那你的机器又是I, S又是这又是那的, 那你这个安全组管理起来就很麻烦, 一不小心没开, 不好意思, 不通, 米尔德, 就这一个, 默认帮你选上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可以从控制机器直接动动, 配置, 你可以自立你脚本上它执行, 先不行, 夫妻组, 没有可选, 为什么没有可选, 为什么没有权限, 就是说你有组你可以选, 你会让它写在某台机器上, 好, 点创建云主机, 我一下子创建了两, 如果你创建多个, 有叉叉杠一叉叉杠二这样, 你看这个状态的会不停的变, 成功了, 创建成功了, 106, 110, 原来机器, 然后连一下啊, 56, 你现在不用连, 刚才可能还没起来了是吧, 看控制台, 还起来了挺快, 56.101和56.110是吧, 再弄在一上, SSH, 191.168.56.106, 对吧, 56.10110, 那你吧, 好, 这个IPG的分配呢, 咱们继续讲一个生产的啊, 是这样的, 继续往来看, 你看点那个网络, 点网络, 点那个选中那个publink, 然后这是不是有纸网, 点开一个纸网, 你看我们的IPG的分配是从56.100到56.200对吧,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OK, IPG是用完了, 我想加, 我想加, 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办呢, 这个生产的啊, 你们肯定会遇到的啊, 好好听, 这说, 你要使用耳朵面登录, 然后点击管理员, 网络, 点那个publink, 点字网, 然后呢, 编辑字网, 然后点字网详情, 看到没有, 分配的地址时间, 放在个问号里面, 说, IP地址分配持, 每条记录是, 开始IG, 结束IP, 每行一条记录, 再加一行, 192.168.56.50, 逗号, 192.168.56.99, 就这么加的, 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改这个啊, 你加, 加, 然后点击保存, 现在有两个IP地址可以分配了, 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有区别的啊, 你看, 我登录到这个买色后里面, 这有买色后口端吗, 有什么买色后管理工具吗, 没有, 没有, 那只能这么看, 买色口, 杠U, 有一个IP地址分配持的一个表, 这个, 看到没有, 你先有两个分配持的啊, 特此IP, 就是从哪个开始, 到哪个结束, 从哪个开始到哪个结束, 就这意思, 那么当前, 用到哪了呢, 怎么看呢, 这是当前用过的, 这是当前用过的, ID地址, 然后端口ID, 每个端口都有个ID, 要看现在分到哪了, 看一眼啊, 没有, 没有管理工具, 真麻烦, 等下我装一个管理工具, 放点啊,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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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闭痛, 这一分配的 我们大家来看吧 这个不方便 所以我管理工具就可以看 像我的好的话 你就是对要对每个表 你们看来干嘛的 因为很多时候通过表 可以解决有一些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解决一些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 这是我们告诉你怎么去改变的 好 你现在还用淡保用户 东东进去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讲一讲 和这个云主机相关的知识 这个云主机是不是创建起来了 那么它用到了 Keystone,Gland,Nova,Nutron 那它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